大家好 我是唐明 今天是2021年12月18号 周六现在是上午的9点45分 室外的温度是零下一度 天气是个大晴天 我现在是烈心的早晨 就是每天都需要来便利店补牛奶 不是来这里补牛奶 哪怕一瓶两瓶都是要进去买的 这样是保存新鲜 也保存不会过急吧 我现在进去了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多钟了 出来外面 因为今天周六嘛 也没啥事 出来外面给大家聊一聊吧 刚刚就是我有个邻地的朋友 过来在我这边搬送了一下生意 买了几株彩票 然后跟我聊聊天 他说我就完全 今天他就笑我 说我就完全被便利店困死了 确确实实是这样 我刚刚就是讲他走了以后 我看了一下 就是说我在自媒体上更新这个视频 已经1000天了 楼条创作的第一千天 总共发了1267条内容 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 周六 然后开便利店也已经开了半年了 所以说真的是也是感慨蛮多的 大家也看到了片头 就是说一个早我们都是会去超市里面买一些牛奶 因为也有牛奶公司送牛奶过来 但是没有利润 四身的牛奶才赚三毛钱一罐 所以说我们每次都是早晨自己过来的时候 去超市里面去买一两罐 然后当天卖完了以后第二天再去补货 也是早晨过来就形成了这种惯例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 米茶都是六点半起床 我是七点半起床 我们两个人八点半以前是一定会出门 因为到这边就要半个小时 我们九点钟开门 所以说我们八点十分左右 我们就会出来 出来以后在路上去买几罐牛奶 然后就过来这边 刚好九点钟开门 他就搞卫生 然后去整理这些东西 这些每天的这些进站 虽然说一个很小的便利店 但是所有的财务 报税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还是要自己去做的 所以说都是米茶在做 我刚刚体力活 就是前一天的快递 去收的快递这些东西 去打包 然后电话卡的开卡 因为国内的时差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都是 我来这里以后 九点钟 国内刚好也是晚上九点钟 就去开卡 就这样 反正慢慢路路 就忙到十一二点钟 餐馆有一点订单 然后就做一下餐馆的订单 然后就做一下便利店 因为便利店的 就是讲流水也不多 就是一天就是一百个客交易左右 但是就是每隔那么十几二十分钟 反正你就 就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你就打个等的时间都没有的 就是这样 反正一天到晚 就是这样 就这样过 周六的时候 就跟今天一样 就是小朋友过来帮忙 然后米茶在家里 就搭个家务 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机场的顾客 给了几个快速检测包给我们 这也就是周围的邻居吧 也是我们的顾客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外界有沟通交流 会好一些嘛 然后就说一下这个疫情嘛 疫情呢 哈利法克斯的疫情呢 就是爱斯坦的疫情 现在是串记录了 周五吧 就是两百多例 就是已经破了 就是破了我们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最高的单位确诊能数 就超过了 然后昨天呢 就三百多 然后今天呢 你看现在还在三点多钟 我看到好像十二点多钟 CBC就已经爆出来了 就是我们爱斯省就是四百多例 可能他不敢等到下午啊 等到下午可能还有更多 我怀疑 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确实是这一波疫情是一种爆发 而且我记得呢 我前几天看这个CBC的新闻里面 说呢是这次的感染的大部分的确诊能数 人群呢都是年轻人 然后都是已经是完全接种疫苗的这种人群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就说明他的这个 等于说传染性比较强 是吧 而且都是对这些年轻人 而且他们已经打了疫苗的 所以说现在又在讲 好像是又在准备打第三针了吧 加强针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 大家还是就是要防护好嘛 因为很多人这段时间都是问我 就是讲 因为现在省批 可能这个新移民或者学签的省批 比较就是讲顺畅了吧 好像是这样吧 很多人就是讲 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都要过来 所以说总是很关心这个疫情的生活 就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戴好口罩 然后就是不要 没有什么事就不要去公共场所吧 然后就洗手勤快一点 这就应该会好一些吧 这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一些吧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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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